又中了中了应该是糖角鱼吧就是 今天农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 花了两个多小时 那你们过来看一下 这一堆柱子全都铺平了 还有那个狗龙也把它移过去了 这里这些柱子铺在这里是准备 拿一个集装箱啊 买一个集装箱 直接就放在这里 一个房子就完成了啊 又不用建比较省事 今天任务就大概这样 去钓鱼了 现在不早了 四点多了 先带你们看一下干谱利波长 叫上我爸妈一起干谱利 先把这个狗扳 这玩意真的中了 根本抬不走 这玩意也好准备 订阅一下 在这个位置钓鱼啊 老板说这个洞口里面 很多那个糖角鱼啥的 等一下就在这里钓 这是它鱼塘下面的洞口 上面那里就是我的小农场了 这个就是老板的鱼塘啊 就在这里钓了 看一下老板说的是不是真的 说这个洞里面很多鱼 拿一根鸡肝 直接弹射丢进里面去啊 这是要技术的 分分钟就卡草上面去了 差点线杯没开 直接就失败 丢进去了啊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多糖角鱼 那些在里面 就坐在这里钓 有鱼吃了啊 终于来口了 等了好一会了 这是吃口很轻很轻 不会是小鱼吧 我看着这洞口是挺多鱼的 不动了 没蚯蚓了吗 诶 中了吧 哇 哇哇 居然中了大螺飞 钩子吞了 它怎么动进这么小 可以 不小啊 这个可以吃了 钩子给它吞下去了 动进这么小的 不应该是拖着跑的吗 这里的鱼它竟然吃了 它不走 你们听到那洞口的声音吗 我听了 好刺激 使劲了这里响 收下 今晚的晚餐了 装上我性感的小蚯蚓 接着丢进去 这样删了 这波操作没谁了 松慢了 都说了这里是有点难操作的 好了好了 流进去了 又中了中了 应该是糖脚鱼吧 这是 还是罗飞 还是罗飞还是罗飞 这个小一点 刚刚那条大的 给我这个小女朋友弄走 不然这两条都够吃了 接着再接再利 就是鱼口来得很慢 好久才来一口 想要钓到鱼还是往里面甩啊 靠近这个洞甩进去 不然那个鱼口来得太慢 这样丢起码丢到那个洞的中间去了 这样才能钓到鱼啊 丢到洞的中间 看一下能不能搞到里面的糖脚鱼啊 我是来钓糖脚鱼的 不是钓罗飞的 它全都给我钓罗飞 有鱼在吃了 很轻很轻的动作 你看开始点头了 你看开始点头了 没中 应该是个小鱼 好轻的口 没有口没有口 蹲了快两个小时了 就钓两条 鱼这个洞里面是很多鱼的 都一直听到它在里面蹦蹦蹦蹦 这是不出来吃我的蚯蚓 因为丢的不是很靠里面 所以它们不来吃 可能晚上来这里钓 应该好钓一点 等哪天搬来这里住了 然后晚上再下来这里钓 今天就先这样吧 六点了不早了 等下还要下华州 下华州还要开个二十几公里 回到那里就天黑了 看蚯蚓它都不学 晚上那些鱼要是走出来找东西吃的话 就在这个洞口拿一个两米七的小短杆 钓应该能钓到 现在白天不好钓 应该开耳料也行 这里很多那个大罗飞 开耳料钓应该也可以钓到 反正就下次再钓了 今天就这样了 反正在上面干活 衣服全都湿了 现在裤子还是没干的 先这样